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300对换马 飞销剑模放出 两套时装上线 星期日新一亮相 崩坏星穹铁道2.4前瞻确定 新角色V4大改 焦丘双赢 云离六命强势反击 黑天鹅笑形 全新的虚构叙事已开启 相信大佬都已经拿满了吧 那么在2.3版本中 玩家还能获取到哪些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3下半活动日历 总体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新活动了 毕竟崩铁这边已进入涨草期 不过好在官方将会在7月16这17日 分别放出2.4版本新角色丽绘 预计有三位 另外在7月19日周五晚间 还会有2.4版本前瞻直播 除了能够看到之前彩蛋中出现的7位角色外 玩家还能够获得300兑换马 那么如果玩家跳过翡翠 等到月末星版本开启 我们可以获得多少星穷呢 根据数据统计 林克金玩家可以获得大约20抽的奖励 月卡档玩家大约可获得31抽的奖励 如果前期没有屯星穷的话 直接抽取翡翠 可能还差了很多 根据测试服的消息来看 时装方面的信息又有新增 首先是玩家比较期待的星期日 在后续的版本中将会换一套衣装与大家见面 不过目前没有进卡词消息 所以还请各位先不要着急 上图为粉丝自制 另外一套皮肤被安排给了卡服卡 其实再早些时候就有这个消息了 不过目前再次确定 看来新的时装站位服这是给卡妈了 具体的设计暂且未知 预计在2.4版本会有更详细的消息放处 最后再来看一张的飞消的时机建模图 还别说 先周卫挺浓 发型为丹马尾设计 有蓝色挑染 将军发十足 星雄铁道2.4前瞻直播 将于本月19日晚8点开启 到时候将会看到 在前瞻直播中三位新角色的时机演示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前瞻直播当天 还有仪器迎接双倍奖励的活动 到时候要提前准备体力 不能忘记刷仪器 说不定就毕业了 来看一下测试浮威4的改动消息 可以说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个改版了 一起来看一下本次改动 是否会影响各位开拓者的后续抽取规划 首先就是云离 在威3改动时候 不少玩家都戏称 这一角色是大克拉拉的现状 但在本次改动后 六命强制反击 直接和克拉拉区分了赛道 这一改动就要等上线后测试数值 才知道要不要抽取 值得一提的就是 娇丘的改动 从威1到威4 除了增加手动开大 焦丘一路在黄泉队削弱了5%亿伤 8%增伤 以及资深改成道的伤害后 砍半的倍率 一命和光追都改成了适配道德队的机制 基本确定是黄泉道德队两头吃的角色 卡黑也能吃终结一伤 不少玩家表示通福比专福保值几倍 至少能爽一个大版本 有什么不错的理由 重点就是黑天鹅可以用焦丘光追 可以说负面队再一次加强 正好在2.4卡池中黑天鹅要复刻 这么完美的搭配 负面队现在越来越保值了 星三月七可以理解为仅有的文本改动 作为私行角色 还是